我现在就在家里面 白浩宇 没有 我再刷牙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吧 那我也刷牙 我们两个一起好不好 所以那天 你今天跟上条了是吗 真的没想到 他力气还挺大的 你今天跟他一起回来的 没有啊 我坐公家车 为什么 因为上条红走没有 她说她有大把的时间 正好要在我家里待几天 往几天再回来 我不知道人还以为 他才是我爸爸的女儿呢 所以当初上大学之前 你跟你爸爸 一直住在你姑姑家 那你们和姑姑的关系 一定很轻吧 是啊 但是我也很努力地独立 也就是说 好 等我去美国不久 你爸的印刷厂就出了问题 反正都已经过去了 说到出版社 我突然想起来 当时出版社旁边 就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年糕店 我现在好想吃 但是我已经不记得 那家年糕店还在不在乎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我洗个脸好吗 嗯 拜拜 拜拜 感冒快点好起来 早日恢复 哎呦 喂 喂 你怎么又打过来了 不是 我现在正在看你给我 你给我记的明镜片 你在这里边你还写错字呢 你知道吗 真的 什么字啊 你感冒快点好起来 早日恢复的灰 你写成灰色的灰了 你知道吗 好丢人哪 你不要再追究了 这有什么不追究的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会写成灰色的灰吗 你是不知道 恢复的灰是怎么写 还是怎么 等一下啊 有人按门链 乔儿说今天要住我家的 乔回来了 是不是忘拿东西的呢 等一下 乔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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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你的脸 我 好久没见你不化妆的样子了 那你也不能为了看我不化妆的样子 大半月突然过的是什么意思 很可爱 来 干嘛 刚刚突然过来刚好在打电话呢 我来给你送这个 年糕啊 年糕 真热啊 是出版社旁边那家的 你说想吃年糕 我怕你馋得睡不着 所以你就特地送过来了 我来 那我走了 你干嘛 一起吃完再走呗 来 给你 啊 我真没想到你能找到那家年糕店 居然还开着门也是太神奇了 嗯 你 还有一天 妈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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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亲爱的战友们 热搜前三 全是我们荧毛桶 有一种要红的感觉 早上好 顾着面啊 大家早上好 早上 早上 早 慧珍 你来看 你们是个热搜料 真棒 然后好几家媒体 我们先进入了 叫我自然照 要红了 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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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定要给我一个潜艇 好不好 三点耗费吧 喂 爸爸 恭喜你啊 林队长 行 那晚上见 呼声 队长 你爸是队长 对啊 我爸是小区广场舞队长 广 广场舞 你爸还有时间跳广场舞啊 对啊 他整天在柜台前 和客人打交道 肚子都那么大了 所以我晚上 让他去广场跳跳舞 柜台 你爸为什么要坐柜台啊 我没说过吗 你爸是开洗衣店的嘛 洗衣店 怎么了 前两天还开两家分店吗 两家分店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你跟董事长 刺激聊天了 他是我大学学长啊 那天我差点迟到 他看到我之后 就把我带过来了嘛 也就是说 你跟董事长 完全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啦 小雪 我知道了 你前两天 一直让我跟董事长 谈杂志的事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跟他没有关系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 让你误解的事了 你 你没有 那走吧 你 里头雪雪 怎么了 主编 我骗我骗得好惨啊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怎么都喜欢发呆呢 都喜欢发呆呢 叶猴哥 我平时有暗示过你 我跟董事长有什么关系 你跟董事长有什么关系 对啊 可是韩雪总觉得 我是个集团富二代啊 可不像吗 不是像不像 这个富二代 它不是像不像的问题 我还是富二代呢 我像吗 我跟谁说 主编 你怎么能这么骗我呢 我这么做 也是经过你同意的 你怎么能把我甩得团团转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怎么没有 你说林一慕 一点林家优秀基因都没有 说他不是你侄子 对啊 我是这么说过 对啊 那意思不就是说 林护生他才是董事长的儿子 不不不 里头雪雪 我记得我是说 他说要用真心做眼睛 不要用虚荣心找男人 我并没有说过 林护生就是董事长儿子 这样的话呀 你仔细想一想 那好像是没有这么说过 所以我并没有骗你啊 那 那所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谁才是董事长儿子 董事长儿子这件事情 真的这么重要吗 你想一想 你跟护生在一起 不开心吗 你干吗 多脏啊 你用的吗 没关系啊 你是不是喜欢我 是啊 你也不能说是不开心 也不能说是不开心 那你觉得和他在一起 会不幸福吗 不会 对吧 你们两个的工作能力和前途 都非常地好 虽然护生不是富二代 并没有这样的光环 但是他的人品和性格都高分过关 但是他的人品和性格都高分过关 你为什么还在纠结呢 嫁入豪门一点也不无风格 虽然你们都不是富二代 但是你们两个只要一起努力 一起来做富一代 一起来做富一代 不是更好吗 可是我一直以为他才是董事长的儿子 我一直都这么想的 所以他现在不是了 你要跟他分手吗 你偷雪雪 如果你对一个人的感情 是建立在他的身份上的话 我可以帮你 说什么 俊约 好了 我曾经说过 有目的的爱情 不一定就罪大恶解 但是如果两个人关系明明很好 却是因为对方不是富二代 没那么有钱而迟疑 我对你很失望啊 李头雪雪 你出去好好想想吧 主任 慧珍 李慧珍 你怎么回来了 对啊 你怎么回来了 我正好来拿一些申请的办公用品 正好可以来看看你们 好好好 真好 要是我们没算错的话 你再有三周 就该凯旋回我们后勤部了 还有三周了吗 对啊 三期二十一天 我们可是天天都查着日历 盼着你回来了 还剩三周 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是啊 谁说不是 对 那东西啊 在那边呢 好嘞 我过去拿了 真好 果然是常吃天气 不过是这个脸差一点 你到底是喜欢大肠腿还是 还是那个什么样子 对啊 对啊 我也觉得 颜值一般 先生 你好 请问你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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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不是总公司派过来的高管 不愧是要升职加薪吧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再失败 或者死亡将永远消失 你的组员们 也会被达成失败者的标签 未来 也很难再找到工作 我希望你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好 是在讲关于廷刊的事情吗 怎么办呀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的 走吧 嗯 我现在给我们入账了 其实我应该演到筷子 刚才是总公司派来的代表 是来下最后通牒的 怎么会 为什么呀 我们一直都在热搜榜上 流量刷了那么多 这不应该呀 总公司是想传达 他们的考核标准只有一个 就是销量 除了销量以外 其他的都不在考核范围阵 销量是否能够转化成为我们的销量 下一期就要有结果 可是这个数据能准确吗 它毕竟不稳定啊 对 所以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 这不公平啊 第一个月的转换率是最低的 为什么他们不能把眼光 放得长远一些 对啊 所以 我们需要更加努力 我们如果这次再不成功的话 我们面临的将是和安娜 还有雅玲姐一样的困境 甚至比他们还要惨 我们都将是被开除的缘故 如果有人想离开的话 现在就可以走了 副主编 你这说得也太恐怖了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我们谁会走啊 对不对 对不起 大家 对不起啊 副主编 我知道 这个时候不应该离开的 可是我实在是不敢赌 没关系 你走吧 对不起 还有人吗 我 我 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你疯了 还有吗 林浩 胡生 韩雪 没有 朱英 天洛杨那边联系得怎么样了 天洛杨那边我一直在跟进 可是他们没有回复 我要再追吗 不用了 我自己联系他们的团队吧 副主编 那美丽他们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的话就先这样了 怎么这样啊 朱英姐 那我们是不是也得找工作啊 我们的工作量就加大了 你真的舍得让他们走啊 不然呢 用道德绑架让他们留下来 我不想耽误他们 话这么说是没错 但是你不想想 你这么对我们留下来的人 很不公平吗 我的意思是 他们这么一走 我们的工作量就加大了 啊 你现在就在这儿 你让我们怎么提起斗智 对不对 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流传度很低 关于特洛杨 幼年时期的音乐创作纪录片 里面有它大量的创作奇缘 你没事啊 你在办公室研究一下 你得研究得透彻一点 专业一点 工作上有诚意 这样才能让他们相信 我们跟那些 只靠噱头的杂志不一样 知道吧 谢谢 不过 他们要还是拒绝怎么办 事情到内部再说吧 没有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结果 你能这么想也不错 加油 我们去把那个 我们同样的部门 白号宇的客地 麻烦一下 白号宇的客地 哦 好 好 来 我这儿先签书 来 咱们给你签设吧 谢谢 怎么样 对不起 对不起 去帮我找一个 干净的这个姓风来 钟音姐没事了吧 没事 没事 这个可以吧 等会儿 等会儿 不行 放着 我去 等会儿 等会儿 中音前 这是您的资料包么 您能跟你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竞争能力评估报告 竞争能力评估报告 您把我们的资料 送到专业的人力资源顾问公司 去进行评估 是吗 副主编请你回答我 小雪 周恩姐怎么了 她们说什么了 我就听她们说 什么是竞争力评估啊 怎么个评估法呀 一 一般有两种方式啊 一种呢就是请专家 和我们以工作的方式相处 然后在工作的过程中 来分析我们的个人能力和音缺点 那另外一种 还有一种你问一目 就是瞒着我们在暗中观察 这也太过分了吧 副主编我想知道一下 您把我们送去评估 那有没有在这个资料包里头提到 我们跟着您不眠不休 不问前程的努力程度呢 不是这样的 那您为什么做这样的评估 通常做这样的评估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 你想知道你手下 被挖掘的可能性有多大 注意啊 这个可以排除的 我和林一木一直都收得到 猎头公司的电话 这是个公开的秘密 您也知道吧 可我们一直都在硬帽头 第二 你不信任我们 你不信任我们的能力 专门找到第三方 客观地来评估我们的综合能力 沟通努力 沟通努力 处理问题的问题 专业执行的问题 简而言之吧 你想知道我们的市场价值 看看我们谁是不值得留下来的人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都听见了 林姐说的是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 我对你们 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百分之百的信任 副主编 这份报告上清楚地写着 评估是从两个月前开始的 两个月前 也就是您刚刚接手 一摸头工作的时候 您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过信任我们吗 既然您没有打算过信任我们 为什么要跟我们说 百分之百的信任我们 为什么跟我们说 并肩战斗 来面对杂志现在的局面 您把我们地区人 都当成傻子吗 朱英 你听我说 我在一摸头工作了十三年 你知道吗 我从一个实习生 做到现在这个位置 我把我最好的时间 全都用在了工作上 除了工作我什么都没有了 到现在公司是这样 我也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走 直到我看到这个 你让我觉得我这十三年 就像个笑话 我当实习生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不被尊重过 您知道吗 我以为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在这儿干到 下一个十三年 你不是想知道我们的能力吗 那我告诉你 我们的能力首先要建立在 信任的基础上 如果你们不信任我们 我们的确一文不值 金家 金家 没有 我不干了 朱英 走 辛苦了 各位 我辞职了 朱雍杰 对不起 附书编 如果朱雍杰都辞职 那么我也辞职 虽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知道 朱雍杰是怎样 欧星力学为了隐谋头的 如果隐谋头 连朱雍杰都认不下 那么我想 我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对不起 附书 你不坐 附书 主编 从我来杂志社以后 朱雍杰对我一直都像亲人一样 主编说过 我们隐谋就像一个大家庭 如果现在连朱雍杰都走了的话 那我觉得 我们这个家 可能真的就酸散了吧 对不起 附主编 怎么知的 这资料上不对 说我六十五公斤 我胖了 现在七十五公斤 老白 你 这个人有点凶 有点严厉 有的时候还不太讲理 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你是一起战斗的伙伴 这些都可以无所谓 不过这个 这么多人离职了 就没有一个 值得你挽留的吧 没有啊 刘浩哥 对 副主编 各位 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 再会 刘浩哥 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了 工作量 可能会有一些大 泡云 让他冷静一下吧 可是让他一个人冷静的话 相信我 我也是个男人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我都困了 困了就睡吧 好想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啊 那阿姨呀可双手欢迎 阿姨 我犯了错 伤害了慧珍 那 都过去了吗 都过去了 过去了就忘了吧 您都不问我什么事吗 不是都过去了吗 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只要以后啊 不重蹈覆辙就好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了 那就好 对了 夏桥 你妈妈最近好吗 她挺好的 现在又忙起来了 你真的不打算出国 跟你妈妈一块儿住吗 不打算 至少现在还不打算 其实我有想过 反正我现在工作都已经辞了 这样直接去我妈那儿不是更好吗 但是我又觉得吧 这样怎么样都像是去投奔我妈的 从一个保护伞 逃到了另一个保护伞 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 就算之后决定要出国 那也一定是经过生死熟虑之后的决定 而且 我这次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 我到现在都没缓过来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呀 你是说你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其实你最爱的人是我是吗 霓木 这么时候你还开玩笑你真的是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得开玩笑 你得开心啊 要不然像你一样 每天这么愁眉苦脸的 你解决事情了吗 还是说让你的白皓宇 开心了 没有吧 怎么办呀 就剩我们三个人了 任务这么艰巨 你说我们三个人能完成的了 你就说你自己就行了 你干嘛把我扯进去啊 我可没觉得我不行 你以前在面馆打个工啊 那你一天最忙的时候 多少客人啊 店里有三十五个凳子 所以 最多就是三十五个客人 再加上外面排队的 一共有五十来个人吧 五十个人 那你应付得过来 可以啊 那现在一本小小的杂志 怎么就应付过来呢 嗯 你想啊 你当时是一个人 面对五十个人 现在是三个人 面对一本杂志 你觉得哪个呢 都挺不容易的呀 我怎么跟你说都明白呢 再听清楚一点啊 你当时是一个人 面对五十个人 现在是三个人 面对一本杂志 当然了 这三个人里 还有相当帅气 幽默潇洒的自身纪尚林一幕 杂志很难吗 啊 再加上 那个从纽约回来 据说是很优秀的白豪 这两个巨头聚在一起 再配上 我们无敌帅气的包杂头 我一本小小的杂志 怎么可能难倒我们 来 来 看着我 觉得我们能搞定吗 大声一念 你刚刚太没自信了 来 有没有信心 再大声一点 有没有信心 我们可以的 可以的 喂 张老师 你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会儿去过去 你把衣服都 别 别放了 我这儿 你好 你好 快快快快 这辆 times 别放火 等一下 等一下 喂 你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他现在在忙 我一会儿让他打给您 这个 快快快快 不是 他上次给我来的 那些东西 货品好像都不够齐全 因为这个欧阳雅这些 都还没有钱 梓子 快快快快快快õ 说呀 等我联系好画报时间再跟你联系 你放心 我们以模特儿一定会是尽量配合您的时间 才会去做这个画报的 灰芹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 我跟你说 我跟您说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 我们以模特儿一定可以的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是啊 我都累得不行了 我得先撤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去安慰安慰她吧 浩宇 你没事吧 你 你不要再去想了 卓音姐她们只是一时情绪激动 所以 你相信我吗 你觉得我是那种 不相信自己组员的人吗 那你怎么不问我 到底是为什么 你当然不是那种人了 因为我相信你 所以才没问你啊 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总部 对我做的调查 总部给你做的评估啊 你模特儿自从销量下滑以来 总部就一直在想 谁才是 能够挽救杂志社的最佳人选 他们在决定是我之后 下一步需要确认 就是如果杂志社真的倒闭了 现有的这些员工里 谁是值得留下来的 这么现实啊 我们做的这些努力 都不过是为了争取多一切的选择权 还有那点不可替代性 不可替代性 只有不可替代 才不会被淘汰 这就是我在纽约学到的 生存法作 我就是在这样一圈圈的搏纱中 生存下来的 那 朱英姐他们 在我得知 要接手编辑部的那一刻起 我就跟总部说了 我不需要他们做竞争力评估报告 因为我对你们每个人的强项 都非常了解 你还记得吗 那天你躲在我家 听到我们的谈话 好 谢谢 我知道 我会尽我所能 阻止以矛头关闭 那次原来是在想这件事情啊 我一直都知道 朱英他们的能力很强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找人 偷偷地给他们做过这种评估报告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解释呢 销量没有达到第一名 就要收掉一本杂志 裁掉一批员工 这本来就非常残酷 我不想让朱英他们知道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吃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来 你吃你吃 下班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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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辞职了 我辞职了 你辞职啊 为什么呀 没什么为什么 就是突然有救赎心了 因为那套孤独是我爸给我找的 对我就辞掉了 所以说你现在也是无业优异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辛苦了 您真是我的生死客 什么意思啊 一起失恋 一起失业 来 为了我们无业游民的光辉伟 来 干杯 拿杯子 快点 所以呢 你接下来打算干吗 还没想好 不过呢 这次我是绝对不会再靠我爸了 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支持你 不过 话说回来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酒店的经纪了 你总该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直住酒店吧 住酒店方便啊 怎么着 他且每天都有人跟你打算卫生 有话 你怎么不住家里啊 你家人呢 我家人在家里啊 那你家的你家在哪儿啊 我家 我家在我心里啊 我说林一幕 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呀 我认真的 我再很认真的回答你啊 我 你该不会是真有什么不可告诉人的秘密啊 哎 人生哪有那么多不可告诉人的秘密啊 真的是 你觉得呢 你觉得我有什么不可告诉人秘密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跟你说小姑娘 没事别动问细问的 知道吧 我不告诉你是为了你好 因为知道我秘密的人 吓死我了 都得死 林一木 我说你烦不烦 你能不能有点正常呀 开玩笑 不给开玩笑 好了 爸 我要走了 你把这些都吃了啊 我今天累了一天了 我先回去休息 拜拜 你要找到工作 你告诉我 知道吧 拜拜 我刚刚是用盖团队耍的吗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